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白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蔡丰顺老师 好的 感谢佑达 这个大盘实在令我非常的失望 为什么 因为盘中蔡老师10点半 跟你预估尾盘收盘是要跌50点 结果尾盘跌是收链 但是跌68点 蔡老师误差18点 这算是非常大的一个过失 所以说这个周末 我要好好的惩罚自己 离开台北两天 让自己沉浸一下 下礼拜一再把这个准确度 再来往上做提升 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投资人 那回到的一个大盘 先把蔡老师的祝福放在你心里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有健康财富才有意义 各位 大盘每天通通都会有不同的一个现象 所以盘是火的 绝对不会是死的盘 所以你如果每天只是用特定的一些战略 或者所谓的一个什么 一个因应的方式 其实是没办法应对这种千变万化的盘式 所以记得蔡老师每天都不是在盘后出现 我在盘中就告诉你 收盘的时候也带领你收盘 然后晚上都跟你讲产业面 一档接着一档的好股票 都会出现在蔡老师的节目里 所以你可以好好的验证 盘面上的讯息看不懂 你一定要锁定一言心帮 我说过盘中10点25到10点38分 下午1点24分收盘前到2点 晚上6点57分周一到周四 今天晚上要准备什么好料的 你晚上自己认真收看 因为明天没办法家具日 来先说好了 今天大盘短线上算是有几点 154点很惊慌对不对 你惊慌吗 蔡老师一点都不惊慌 为什么 因为都按照我的盘式规划走 来我连线的时候 刚刚跟你讲 10点25到10点38 在这边有没有 是吧 我说过电子多方转折的关键在哪里 在这里 叫第三代半导体表态 你们看到包括汉磊就写在这里 为什么能够这样 因为美国股市第三代半导体的 一档个股 财报原先叫做科瑞 原先是跌0.223美元 变成只有跌0.02美元 盘后大涨了17% 涨了将近两成 所以台湾股市今天扭转乾坤 就在第三代半导体 你不要连这一点你都搞不清楚 你说你要玩股票 我相信很多同业99%都没有人看出来 因为蔡老师的节目是活的 你可以马上验证 尤其今天盘中的都丢到网路上去了 那时候跌111点 对不对 汉磊104 104.5 有没有 财长两块平盘不进 我就跟你讲就是这个 你看结论是什么 10点半 104 拉到接近几乎涨停板 汉磊 第三代半导体 除了汉磊跟家经 我还跟你讲说中美金也是 各位有没有 所以中美金今天一开盘不跌 有没有看到 你有看到汉磊 近期新高 还没完 家经一样 858给你拉到90块 我不鼓励你做当冲 但是看蔡老师的解盘 你真的可以受益非常多 好不好 再这样做当冲下去 连中央银行都买得下来 各位是不是 但是不要做五本生意 不要投机 投机一时 就是悔恨一生 好不好 我为什么跟你讲附顶 因为盘中蔡老师跟你讲 这个 我的解盘跟其他的连线的 老师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你看附顶那时候110 涨5块5 我是不是跟你讲附顶 是不是 红海电动车版图之一 今天他就是强势 那时候大盘是不是跌120点 是吧 是不是10点36分 有吧 是 我除了说大盘尾盘 要收链变成跌50点之外 个股我都抓给你 结论蔡老师又对了 来 附顶有没有拉涨停 有没有 各位我问各位 你不了解产业面 你怎么知道附顶 这一档个股盘中会拉抬 你以为法人随便设飞标 当然不可能 所以我问各位 昨天很多大户去做空 今天又被 打了一耳光 跟政府作对 没抓起来 就算你好运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去做空台股 明明知道国安基金在护盘 对岸在演习 还在看空自家的股票 有那么爱赚钱吗 做股票不是很方便吗 买进股票就好了 卖完之后再找别只股票 是不是 至于说大盘呢 昨天礼拜三 涨44点作收 台子期结算 但是我也告诉你 尾盘会拉高 但是不过涨55点 几乎一模一样 是不是 仰空变嘎空嘛 那你看看昨天外资也没有买 连续第三天卖 投信连续39天买 对不对 关键是你看 这散户筹码 散户怎么会高兴 散户都在放空嘛 美国股市这样一路嘎 一直到昨天稍微的回档 你知道吗 美国股市放空的投资人赔惨了 大涨的股票都叫迷因股 不知道为何什么原因 一路在嘎空单 跟台湾股市不是一样吗 各位 8069的元泰 你以为他是营收新高 还没啦 他的7月份营收还越衰退 不是嘎空走势 怎么会这么凌厉 所以你来看看今天 美国股市开盘 道琼开低 尾盘收低 科技股也收低 被办也收低 理论上昨天去放空的人 应该想说今天有油水可得 是不是 很抱歉的是 你遇到目前强劲的护盘气势 所以你没办法 各位你看看 跌154点 蔡老师跟你讲尾盘 跌50点 这边是最棒的操盘 结果跌68点 我误差18点 明年修正回来 好不好来 仰空变成嘎空 关键是在8月11号 有没有 所以今天的拉回 你有什么好怕的 没什么好怕的 台股多空本来就无常事 所以产业选股见真章 大部分的人都搞错了 一天到晚都在价位上 去下苦工 什么神奇盗命 或者是知道未来事 那个我都嗤之以鼻 我相信你也吃了很多的亏 对不对 根本没有人知道未来 你还相信他 各位是不是 所以蔡老师跟你讲 你投资股票一定要战胜恐惧 为什么要战胜恐惧 你要踏实的知道 你买的这一档个股会涨 你买的这一档个股的一个营收 包括产业趋势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 唯有产业选股才能够正面迎战 来看看 台积电 8月10号之前不是回档三天吗 只有我告诉你营收会创新高 因为台积电不会骗人 各位是不是 2000档股票 你叫我选一档 我情愿做台积电 其他那些一天到晚 再拉涨停 我也不想做 因为我就算买到涨停板 我做梦也会做噩梦 各位是不是 你买台积电会做噩梦吗 不会吧 是不是 创新高 股价开始拉 3奈米 9月量产 又会良率优于5奈米 你去哪里找到这么好的股票 昨天台紫棋结算拉最高527 对不对 是不是 跌破500变527 今天台积电给你收500 但是你看 低519高521 不动 定在这里 所以法人也不会去追杀 各位 你懂吗 因为这已经全世界没有比他 没有取代品了 这一个人的武林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好好地把握 我跟你讲的利基电也一样 从第一天 我说这个是大户指标 对不对 再回补了 所以他们长期看空走一段落了 一直到昨天36.45 是不是 前天8月16 36.55 各位有没有 今天你看 昨天 借券大减 第五天 8414张 原先25万的一个借券余额变成 8万4 那昨天你看 借券明明增加2万8 对不对 其实利基电借券又在回补 剩下8万4 有没有 是吧 外资昨天 买第二名就是利基电 是不是 所以今天的一个盘 利基电虽然尾盘稍微压回又怎样 尾盘还不是有翻红过 各位是不是 364 你比起台积电 比起联电跟世界先进 是不是利基电最强 因为大股东要做多了 各位有没有 那如果这些你都看不懂的话 你再来看看 我跟你讲的 总美金 上礼拜是8月11号晚上6点57分 各位是不是 我跟你讲细金元 合金 台胜科 加金跟中美金 各位有没有 总美金呢 靠太阳能要发光发热 当天涨4块5收161 总美金 昨天 外资连续三天卖台股 总美金 连续买两天 有没有 外资买超 上柜买超第一名 总美金 投信上柜买超第二名 总美金 是不是都写在这里 所以今天大盘中场 盘中是跌150点 中场是跌68点 来看看总美金 最高168.5吗 错尾盘收最高169 导播给大家看一下 5483中美金 是不是收在169 是吧 是不是续创新高 有没有 所以你要不要认真的 把蔡老师这个节目 好好的肯定 因为真的关系到 你赚不赚钱的问题 我讲的这种东西 都是很全面性的 我都是在跟你想 法人怎么想 对不对 你要借法人的力量去 把你的投资 把你的获利赚到手 所以不管你是 YouTube Lite TG网站 你自己去看 好不好 记得订阅 简单一点就是YouTube 搜寻品风 点击订阅 开启小铃铛 蔡老师最快速的视频 一放上网路 就会出现在你手机上 跟你同步 这样对你还不好吗 所以希望你一定要跟着产业走 投资才能长长又久久 好不好 随时都要保持正面的心态 每天都有赚不完的钱 简单一点就是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的讯息手准没错 一通电话彻底解决 你操作台股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先交还给佑达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请蔡老师 帮大家来分析 欢迎你回到颜辛邦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佑达 今天的一个行情 说实在也许你会觉得说 跌这68点 但是其实生意盎然 各位对不对 很多涨势的个股 就是在等台积电不涨的时刻 他能够接棒演出 所以你还要再去体会说 大盘涨 你就很有信心 大盘碟你就信心全无吗 根本不重要 好不好 产业选股才能够一本万利 好不好 蔡老师邀请你 也祝福大家都能够终身的平安健康 好不好 这是我昨天的感触 叫做真传一句话 假传万卷书 是不是 所以真相产业面 假相万条线 是不是 真相产业面 假相万条线 你认为蔡老师讲的有没有道理 所以你再来看看 昨天 突婴去锁 就是去借券 放空IC设计 所以昨天四星压回 对不对 但是四星是从上礼拜四 开始表态 因为它是投信的一个什么指标 是不是 投信的一个指标 然后 今天 你看看开盘开765 根本就跌不下去 就跌5块而已 因为平盘770 然后开始往上拉 而且是蔡老师在10点半跟你点名的 这种盘要修理突婴很简单 就是拉四星跟力旺而已 我几乎在帮国安基金下指导旗 没错 你看到的就是一人心帮 蔡老师就是有这个能力下指导旗 各位 所以你看看3661这个四星 今天是不是创新高 我跟你讲的都是好股票 都不是一些阿萨布鲁的个股 大户的一个股票就是力旺 法收会概念股 是不是 都是一样从上礼拜四起涨 今天你看力旺就表态 收盘收1450 不是1440 收盘收最高 那它7月份营收也最高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搭配的就是什么 近期的新高1450 1450人家说是网军 我想说奇怪1450 它有联想到什么 我们还是正向思考 不要逆向思考 来各位 你看看这是我盘中8月18号 礼拜四 有没有 10点32分 力旺1390 什么IC设计于逆风 所以要来嘎这个逆风 嘎这个突音让他变鲁哥 是什么 力旺跟世心拉上去 你今天收盘你又看得一清二楚 是不是 这才是解盘 这才是专业 所以你要不要复制成功者的逻辑思维 蔡老师跟你讲的东西 绝对值得你信赖 来 今天礼拜四 两天前的晚上8月16号 6点57分 我跟你讲创意 5奈米动能墙 全年你看看 细致财IP 力旺创意 资源跟世心都在这里 这几乎都涨了 你看看创意 全年要拼两个股本 力旺也是要拼两个股本 那力旺就1400多 那创意500多 各位当然不能这样比 但是如果你是用EPS的换算的话 你当然会这么想 原来创意严重的落后 各位是不是 我在礼拜二晚上讲的时候 是跌5块收567 你不管今天大盘涨跟跌 你看看创意 今天直接给你来到600块 那600块是8个月的新高 你看看 600块创意 是不是 你来合一下 你来对一个叫合一个 对不对 567嘛 对不对 600 蔡老师值不值得信赖 你来看看美食更不用说了 礼拜一再跟你强调 各位有没有 陈德 剑桥 东洋跟美食 学民药 6月底的时候 那时候美食跌3块148.5 你看今天的美食 三天内拉出了第二根涨停 184.5 它的历史新高在187 所以明天涨3块就越过了 也祝福他好不好 祝福美食嘛 各位是不是1795 你来看看元太 五月下旬 五月下旬跟你讲元太 充斥电子货架标签 叫做ESL族群 元太金鸿天玉跟正耀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涨翻了 今天天玉还成功的填席 金鸿拉涨停 正耀也补涨 各位有没有 所以你看看元太 那时候193.5 是不是 今天238 卷值比接近6成57% 各位是不是 有没有 所以你再来看看 来台积电 三奈米的良率要比五奈米好 这个相关供应量不是涨翻了吗 所以你看蔡老师 之前跟你讲加登 来比较 星云 泰森 万润跟加登 各位有没有 加登那时候多少 242 各位是不是 今天8月18号加登 近期新高多少钱 273 273 我问各位 我讲的东西都是有评有趣 都是有内容 都是有产业面 绝对不是跟你讲说 这一条线换过那一条线 这边就是买点 然后从高档下来说 那就是卖点 各位那你也可以来当分析师 你要的是这样吗 不是嘛 所以你再来看看 3023的一个姓邦 各位是不是 父亲姐那天跟你讲姓邦 你看电动车充电概念股 华城 飞鸿 智茂跟姓邦 各位有没有 我跟你讲的都是族群姓 让你去做比较 也许你不喜欢姓邦没关系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蔡老师的用心 这才是正规的赚钱的途径 也几乎跟巴菲特一样 研究就是要这样研究 所以你看姓邦 今年要再拼一个股本 各位对不对 那时候跌两块 269 各位是不是姓邦 你看看今天姓邦 3023 287 而且姓邦7月份营收也是新高 各位那他近期新高 是不是你也可以说 他是一个名副其实 也可以讲说是一个实至名归 各位是不是 所以老话一句 企业前景跟营收才是关键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 但是起码蔡老师二三十年来 我都是这样操作股票的 一定要找好的股票让你去买进 你才能够梦里无忧 梦里无金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想一想 每个股民朋友 其实都是透过股票投资 在解读自己的内心世界 你的内心世界有强大到 可以对抗这个外债的压力吗 今天大盘最低明明跌154点 为什么蔡老师跟你讲尾盘就是跌50点 这样的战略最棒了 结果跌68点 今天盘中还能够跟你讲 就是第三代半导体 做一个突破口 把这个突音狠狠地修理 事实上证明我讲的东西 一二三四 全部都验证 所以我问各位 你想要改变吗 蔡老师等着帮助你 简单一点就是蔡老师 狼狼上口的枪在手跟我走 你跟着蔡老师的讯息走是最简单化 彻底的一劳永逸解决你所有操作 台湾股市所有的疑难杂症 蔡老师等着用全力来帮助你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佑达 好 最后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 个表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